小伙伴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皮卡虽然在我们的国家并不是特别受欢迎 但是在美国那可是明星级别的车型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入手一辆 尤其是福特皮卡 坚实耐用 品质可靠 是很多人的首选品牌 那福特皮卡的质量到底有多好 看完也许你就懂了 这两位老外在深山老林里面 发现了一辆被人抛弃的福特F250 看发动机箱里面生锈的程度 和整车的外观 这辆车估计已经被放在这很久了 并且因为长时间的放置 里面的线路出问题了 一直乱冒火星 还是挺危险的 但是这两位老外并没有放弃它 决定重新复活这辆福特F250 因为电瓶已经不能用了 所以他们又找来了一个新的电瓶 并且对里面的线路重新排进一遍 而最关键的发动机部分并没有更换 只是加了一点新机油进行润滑 车子里面的额内饰也早就乱成一团糟了 只不过还能勉强凑合着用 修理工作告一段落后 老外决定上车试试 但现在吃惊的是 车子竟然一下就启动了 虽然声音有点沧桑 但能启动已经非常不错了 虽然中途熄了一次火 但经过简单的修理后就没事了 并且一路顺风直接把车开到家里了 看来人家福特皮卡的质量还真不是吹的 山宫里面减一辆还能用 真是厉害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时的支持 欢迎订阅时的欢迎订阅